這條問題是SkyPen 問 它剛入多了一部APS-C 系統 HS-II S 做副機 在戶外拍攝球類運動 本身亦都想買XF70-300G鏡頭 我還以為是一部XF3 但好像很久沒有貨出 怎樣選擇呢 會否有其他推介呢 富士其實很少長鏡可以選擇 是啊 副廠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買不到 全身沒有貨 因為富士好像近一點 其實去年聲稱 也不是去年年初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它聲稱出貨量會提升 但似乎跟鏡頭沒有關係 即是寄身出貨量高了 這支還沒有街貨呢 我都不太肯定 我想它來說應該都很難找才會問 不如說真的 試試找一下二手有沒有 是啊 可能會撞到反而二手 是啊 用住先 但如果都找不到 就唯有可能要想一下 Sigma有一支 1848那支 那支都OK 叫做不算太重 因為始終都去到400 是啊 你想它很輕嗎 就不可能 原創之10048 真的大支比較重 是啊 叫做在這個以外的一個 我覺得可以想一下 因為它選擇這支 我想都是偏向 都是偏向 青 所以都是 兩支 但是兩個選擇 要不就是找不到的 二手看我有沒有 或者是 某個Sigma那支 是啊 是啊 好 接著方 Aaron 就問 想問一下 ZF的VR設定裏面有兩個選擇 一個Normal 一個是Sport 那兩個設定對畫質 或者其他方面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 是不是 即是 如果一樣 是不是一長期Z做Sport 就可以呢 嗯 其實當然不一樣 才會有兩個模式 是 但對於畫質 應該就沒有影響 如果它的防震效果是Work的 是 就應該沒有影響 是 怎麼為之Work呢 很簡單 為什麼它有兩個模式 Normal 就是 其實它有五軸防震 即是五個軸給你 那為什麼有一個Sport Sport 就預計你可能有一個Pan鏡 Pan鏡 它就會把你打橫 這兩個 那個防震 就關掉了 是的 這兩個軸 那你 因為你Pan鏡的時候 如果它仍然是Work的話 它會延遲的 有延遲的 那就會變差了 但是 我當你可以抵消了這個問題 不要管 總之它的防震是能防到 那理論上 那個影響 即是對畫質是沒有影響的 是的 不過 如果長期設定 當然是設定 那怎麼會設定 不過 Nikon 有個現象 就是 如果你用Normal的防震 用某些長鏡 每拍一張 它整個構圖會 有些朋友會覺得很困擾 因為其實 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想避 畫面邊角 某些東西的話 一開了這個防震模式 就 影響一下 總有一張 就會穿窄嵌 整個構圖 改了 所以 這件事 是要留意一下 不過這些應該都是關於長鏡 主要的長鏡 是的 是的 但是 你自己多試幾次 但是 如果真的 不想麻煩 理論上 設定Normal 才是正常的 Vex Long 就問 用Gimbal 那時候 如果經常都要換鏡 或者是一些外面招的 Zoom鏡 有什麼方法 可以快速調平 沒有 答了 是的 暫時來說 我們自己的做法 都是由頭再 不是由頭再調過 但是 尾調一點 大概 其實你大概 你用的都是那幾支鏡 大概知道 是的 就是 會不會 它不是黑度的 會不會 可以 都可以 自己做些mark 但是 暫時真的沒有 再快速一點的方法 因為 都 真是 Gimbal 是要你這樣去 調到水平是很適合的 才可以 這個performance 是最好的 是的 當然現在 很多支 都可以讓你暴力開機 是 你 調不好也好 差一點 其實它都可以用到 是 不過 可能 如果你真的調得很差 你會發現 用得久了少少的時候 那個馬打會開始熱 你會摸得到 這個就是因為它 就是要壓外 它是要給電去抵抗那個力 是的 抵消那個力 所以就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我想問 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這樣做 通常可能用一陣子 通常 是的 但是 那個performance 會不會有很明顯分別 就是 平 Performance 很多時候 如果你正常的手持 水平去動 很多時候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我自己用得最多 出現問題 就是 跟跑 低炒模 低炒 即是反Fur了護肌 在下面 這樣 的時候 就很容易它會 它的角度錯了 它會打爛陣 直接告訴你 打爛陣 直接不行 它要霸光 會有這些情況 所以都是 沒有 人手調好一點 人手調好一點 還有 好像剛才說的 可能你離開 兩三次鏡 你會不會快一點 可以調好 LV LV 想請教我們 用5D Mark III的話 想加入無反 看見到 終於有部ZF 決定轉會 鏡頭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經濟又不太好 所以都想看清楚才買 想我們問一下 有沒有建議哪些鏡頭的性格比較高 原廠和副廠都沒有所謂 想買定焦和變焦 都想買 覆蓋 長短焦都要打光 什麼都拍的 遲些都會想找一部二手Z8 如果兩部相機都合用的鏡頭 最好 另外 網站有什麼配件 閃燈那些 是適合它們用的呢 我覺得 機身 你都決定了買ZF 我覺得 開頭 他那兩支 SE 即是復古樣的兩支鏡頭 可以先考慮 一來 又便宜 質素都不差 兩支鏡頭 所以都可以考慮 你有什麼提議 如果要全部都覆蓋 又想便宜 可以找一下 14-30 因為我都用過一輪 其實都覺得這支 又叫做幾細支 又可以 都叫做幾歪 他又想打雀 要有些長鏡 打雀 現在其實應該 我想最便宜 都應該是180-68 那支 如果算性格比 應該都是他 應該都是他的 是的 除非 但很大支 除非你很有錢 想那些 再厲害一點 那些 那些 是的 如果長鏡 打雀 這支 性格比 真的很高 是的 還有 剛才說過的鏡頭 全部 都可以使用 對 對 其實是很正路 我們講的那些建議 其實真的 玩得NICON的朋友 都是類似這樣的組合 還有你 什麼都拍的話 我覺得好像 都要多少鏡頭 不是我們建議一兩支就夠用 其實我本身 以前 我都是會 一買了一個新系統的機 回來 什麼鏡頭都買 我就很想所有焦段都有細線 都正常的 各個都是這樣想的 是的 所以我都有些理解他的想法 嗯 或者中間買一支標準書 都沒有買定焦 對 不過便宜的那支 40F2都可以買了 對 那支很便宜 對 至於配件方面 我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配件 如果你買ZF 我會建議你買一些 幫它的外形改善 不是改善的 不是改善的 就是個人化 你的外形的配件 就是那些木手柄 木手柄 鍵的位置 會不會買那些 那些 復古閃燈 那些 復古閃燈 我覺得如果 看你 其實你用不用燈 不用燈 就買一支閃燈 但是 不知是否近期又流行 玩那些 硬咀 玩OK 吼臉同步 是的 不知你有沒有玩過那些 但我想 其實ZF 最主要都是 soft release那支鍵 木手柄 或者買一個 你覺得漂亮的相機帶 其實都是買這些 不過首先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先買一個 適用的相機袋 對 相機袋 很重要 你沒有相機袋 拿出去就很麻煩 然後 他還問 應該是關於放二手的問題 但這個 我們就不打算回答了 不如直接 因為網上有幾間 二手店 其實你可以WhatsApp問他 是的 直接問他 他們收多少錢 因為說真的 尤其是你的器材相對舊 你打算自己網上放 是麻煩一點的 我覺得 你不如沒有眼視乾淨 找一些二手店 他一夜幫你收好 即是 說真的 你自己 那個 時間都在 是的 不用煩 當然 有幾支 貴鏡 你可以 抽那幾支貴鏡 自己放的 是的 都是那些網上平台 是的 很熟悉的 DCE 是的 是的 其他我都覺得 真的 一次過 放多幾多 都幾多 放多幾百 就幾百 你買多一件配件 是的 接著Horace Ho 就問了 關於Lightroom的問題 在Lightroom上 每次都拍了一大堆相片 將所有RAW檔 匯出做JPEG 用那個 Camera Profile 鏡頭的變形 修正 都會用完 但是呢 他發現 以上的修正 就不可以一次過 就是要 要每次 續張來搞 可以 就是 要特定的調整 想問一下 就是 有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 相同的銳化 或者草點的修正呢 跟著 都再問 我們 會不會 幫每一張照片 很細心地做不同的銳化 和這個 焦點修正呢 這樣 看看那些照片 是用來做什麼 其實是 什麼性質 是的 如果你說 拍Event 或者 像你一樣 拍Big Day 那些照片 基本上 那些照片 通常就不會 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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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最主要的分類就是 假設我拍Event 外面拍Beddrop 的位置 我會全部都用快 和同一個設定 同一個位置和一個情況 簡單來說 是的 可能Deloid 沒有那麼多 輕輕的 因為本身那位夠光 我會做完第一張 然後全部都後面那張 那些就跟前面那張 就搞定了 那又去到第二層 然後就是 在室內比較黑一點的 那個位置 就會再 可能再減少少少 noise 然後再 把後面那些 又跟前面那張 這樣做 我自己一層一層這樣做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同一個位置會統一 就是光度和那個位置 反而其他東西 可以 因為我自己都熟悉我正在用的器材 那我相信也都不 我相信 國下都應該不會說 新到 可能lightroom都認不到你的器材 因為如果他認到的話 你基本上用 Auto apply那些 那些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都不用特地搞的 那所以 你說會不會續張搞 認真說 看看收什麼錢 你給多些錢 我就會續張搞 又或者是自己玩那些 是的 如果不是的 我就不會續張搞的 還有 有一件事 可能心態上 如果我是做事來計 心態上就是 我收的錢就是這麼多 我沒有理由再做很多事情 一來辛苦自己 二來其實 等於 如果你本身撿了一輯相片 要一個小時 因為你要續張搞 變了十個小時 那你就會虧了九個小時 給別人 是的 其實就不應該這樣算 所以 不要這樣 不要讓自己這樣去 騙到自己 還有 出來的照片 你沒有另一張 做得非常漂亮的 在旁邊 比較的話 其實沒有人會覺得有分別 是的 所以不需要特別 這麼斟著這些細胃 我覺得 除非你是自己玩 自己玩 因為你自己會看得到 不行 這張真的差一點 很不開心 那你就會續張搞 但如果不是 就不用的 我不知道它是否 不知道 Lightroom下面 右下角 有一個Synchronize 的凹凸 可能真的不知道 可能真的不知道 所以它就會問這個問題 而且你升的時候 可以選擇哪些東西 才一樣 是的 你留意一下 右下角 有一個Synchronize 的凹凸 按下去之後 它會讓你選擇 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只是跟Exposure 的設定 去把所有相片 用到不同的設定 選擇 除了一些 除了Lightroom Corp 那些 你可以這樣選擇 可以再試多些 如果大家欣賞我們的努力 剛才大家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兼且按一下小鈴 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視頻上有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快拍攝影片 答覆大家的問題